可以先用简单的两个小棉质 轻轻地放到鼻孔里面 去像这个样子往外轻轻地延伸 然后看着镜子 看看是不是已经拉到 自己理想的一个高度了以后 再回过头来观察 这样子的一个鼻翼大小 是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一个形态 如果说好像鼻翼还欠缺一点 可能就是还要再搭配 一个鼻翼内受的一个手术 要注意的是 有些人他的鼻子 大家好 我是鼻翼科灵魂医师 今天在这边 跟各位介绍一下 有关于鼻翼的部分 网络上面有很多在探讨 外开跟内开还是内外开 所谓的外开就是说 医师在鼻翼的外侧缘 做一个切口 切除一部分的一个组织 再把它做缝合 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可以改善我们的鼻翼的膨度 另外可以帮我们的鼻翼两侧 做稍微的内缩 内开的话就是在我们下侧缘的地方 还有鼻翼鼻孔内侧缘的地方 做一个切口 也是一样切予一部分的组织之后 我们再帮它做内手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的情况也是可以改善我们鼻翼的宽度 同时也可以改变我们鼻孔的一个大小 有时候我们医师会为了改善我们的 鼻翼的宽度 鼻翼的膨度 还有鼻孔的一个形状跟大小 会同时做内开和并外开 收缩起来的部分 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内收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注意到虽然这四个图都代表着 内切合并外切 但是不一样的一个切法 和并不一样的缝合 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部分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内开比较多 外开所占的范围是比较少的 那这种就比较适合在鼻孔比较过于大的民众 比较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手术 这个个案的话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鼻翼外切比较多 那鼻翼的内切比较少 这就代表说 我们鼻翼外膨的程度比较多的个案来讲 我们内收的情况会比较漂亮一点点 一般脸部的疤痕 跟其他身体各部位的疤痕并起来 会稍微的淡了许多 第二个就是说 医师手术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去藏疤的 这个是外开的一个疤痕 它大概就会藏在我们这个鼻翼的勾缝里面 这个就是内开的一个疤痕 基本上它是藏在鼻翼的内侧圆跟下圆的部分 民众在看的时候 基本上从正面看过来 它是会被鼻子遮住 会被藏住的 所以民众这部分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不过鼻翼假设切的比较多一点点 因为医师在缝合的时候 拉力会相对的比较大 这个时候 鼻翼的一个疤痕 可能就要比较在辛苦照顾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 切的位置可能也要注意 像这个个案 可以看到这个是树前 这个是树后 疤痕不会太过于明显 假设如果它切得比较上圆的部分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脸部的表情 在这里会比较多一点点 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拉扯 也会造成疤痕会比较于明显 树后民众就要花比较多的一个时间 再照顾它 切下来的皮就跟我们破出去的水一样 是没有办法再复原的 虽然我们医师可以在做一些重修 但是相对是会比较是辛苦的一个手术 大家都知道佛蒂摩吗 大家仔细地看一下佛蒂摩的鼻子 你会发现说它除了鼻尖比较小以外 它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两边的鼻翼非常的少跟非常的小 这种情况就容易让人家感觉是一种鼻液感 没有办法呼吸窒息的一个感觉 甚至有一点点不舒服恐怖的感觉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佛蒂摩的这个鼻翼 它居然是 猪落在我们的双眼中间 网络上面常常会有人提到就是 我们的鼻翼最好是猪落在双眼中间 这个部分因为每个人的眼距是不一样宽的 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协调的一个比例 会比固定在哪一个位置 是来得重要许多 医学上我们会把鼻孔称之为外鼻法 鼻子外侧的一个气法 内鼻法住落在更深一点的地方 靠近我们的鼻中隔的地方 内鼻法跟我们的呼吸是比较会有影响的 就是我们鼻中隔弯曲啦 过敏性鼻炎 鼻甲肉肥厚等等的 比较会影响我们的呼吸 外鼻法的部分 事实上是比较不会影响呼吸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民众的鼻孔天生就很小 你问它会不会影响呼吸啊 不会觉得鼻塞啊 那他们都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所以这部分 民众可以不用带一些 手术后会影响呼吸的一个功能 其实我们手术当中有一种做法是 会用一条长长的线 将我们两侧的鼻翼呢 绕一个八字 来做一个内收的一个缝盒 我们叫做八字缝盒 这个随着时间久了以后 有时候这个线会松脱 或者是说这个线吸收了 确实有可能会有鼻翼 再次稍微外扩回弹的一个风险 所以医师在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时候不会只是单单的靠线来做缝盒 还会有其他的固定的一个方式 来减少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其实我们不要只是看鼻翼本身的一个大小 或者是宽度 因为我们其实在看这个鼻翼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把鼻翼的这周遭都一起看进去的 所以它包含了可能鼻孔啦 跟鼻尖啦 鼻头整体的比例 甚至整个鼻子的一个精致度 所以这边你可能要针对于鼻翼的大小 鼻翼的外部 甚至是有人笑起来的时候比较宽 鼻孔的形状 鼻孔外露的程度等等 来跟医师来做讨论 这样子的一个咨询 医师比较能够清楚地知道 要怎么样子的切根缝合 来塑造一个理想的一个鼻翼 跟鼻头或者是鼻上去 甚至是鼻背整个的一个处理 才能够达到民众心中的一个理想值 亚洲人很多是鼻子比较短小比较塌 所以说在做鼻翼手术的时候 先考量自己的鼻尖 是不是有需要再做拉齿的动作 可以先用简单的两个小棉枝 像这种小棉枝 或者是发夹 或者是筷子都可以 在家里的时候 轻轻地放到鼻孔里面 去像这个样子往外 轻轻地延伸 然后看着镜子 看看是不是已经拉到 自己理想的一个高度了以后 再回过头来观察 这样子的一个鼻翼大小 是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一个形态 如果说这样子 其实不管是鼻翼鼻孔 鼻尖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一个鼻翼手术 如果说好像鼻翼还欠缺一点 可能就是还要再搭配一个 鼻翼内受的一个手术 要注意的是 有些人他的鼻子 本身的条件已经不错了 鼻子已经有一定的 一个挺度 或者是说 他鼻子已经本身就过大 甚至是要再缩小的 这种就不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否则你会发现说 拉起来好像很好看 可是实际上 到侧面看的时候就发现 好像这样这个比例是不对的 这样子的话就不太适合 这边也可以简单地用 我们的大拇指跟食指 中间的一个指腹 我们轻轻地压在我们的鼻翼的旁边两侧 然后看看镜子 不需要像这样内压 轻轻地覆盖上去 那你如果发现说 这样子覆盖了以后 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大概就是 比你我们外切的一个效果 但是假设如果你发现说 这样轻轻压上去还不够 需要再做一点点内收的动作 那这样子就是 还要再合并内收 以上这两种 简单的方式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 有了一些想法之后 我们这边还是建议 可以跟你的医师做咨询 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才可以有一个完美理想的一个鼻型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